各位,今天想跟大家開箱 其實是我去日本四萬十海洋堂的Hobby Museum 另外,它有兩間,一間是Hobby Museum 另一間就是海洋堂駕大概十分鐘以內的車程 去另外一個叫做河童館 我不是太知道它的原名 所以其實是兩個館來的 一個就是放海洋堂自己的作品 另一個就是放海洋堂應該自己存的 有關河童的作品和一些比賽的作品 去到那個館,首先那個館在深山 都幾難去,如果不是自己開車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 但就算開車也是要由大城市去 都要差不多2個小時 大部分時間都是行山路的 那這些山路就是單線雙程行車 所以它經常備車 還有很多彎路,上山下山,發甲彎 又不駕駛得快 都幾辛苦其實可以駕駛 尤其是我想是 始終不是自己的地方駕駛 又要顧及安全 又不知道別人那些前面那段路又怎樣 第一次走 有時候又怕走得太快 有時候又怕到一些穿落 路又特別窄 這樣就走得很小心 但最終我們都是去到的 去到海洋堂那個館 就要買票 它就會送一個扭蛋的機會給你 那次因為我們幾個人去 每人都有一顆 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如果你去的時候 最好你抽到一個所謂免費的扭蛋 就立即開來看 因為我那次去呢 就有其中 當然是有抽到 我們那期就是 紙箱形的不同顏色 但是呢 我抽的那顆呢 就是刺的 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寫電郵給海洋堂 又不是說投訴的 只不過是說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希望你留意一下 但是就 真是 好不完美 令到那個 旅程 那這個就是 它第一炮送的扭蛋了 那呢 我也問過它 那裡有什麼 特別的限定 是在那個管才有的呢 那它就說 是 它在入口沒多久 就有一部機 它就說那個是他們那個管才有的扭蛋 那我們都留下了 那 特別大家看一下是什麼 這個呢 我不知道擦不擦 可能明天先擦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是 嗯 一條飛龍來的 那是那些西方那些 有翼那些噴火的飛龍 那我看一下 等一下擦不擦 因為這個不是主角 主角呢 其實我就是想開箱 就是它這個 這個 福袋 那裡面有幾樣東西 我猜好像有五樣東西 我印象中去寫 那這個福袋呢 對 包裝也挺漂亮的 嗯 價錢呢 我都沒有什麼印象 好像都不是很貴的 這個要塗 那另外就 唉 留意一下 還有一些玩具 這個就是 河童館買的 那就是河童 這個就是山椒魚 它們叫做 另外我也有買到 另外一隻河童公仔的 就都未擦 那但是呢 這些就擺開了 我就是想開一下 這個海洋堂的福袋有什麼呢 膠紙 好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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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很有心思的包裝 兩邊大家已經看到了 一開是有五樣東西的 盒子也很漂亮 不過我應該留不住 可惜 先打開 好,這就是海韌堂的五樣東西 好漂亮 終於來 坦達車 這個應該是盒彈之旅 還是馬戲就這樣賣 我也不知道 好,我來看看 我來堂都出了很多日本的軍事 大家會不會有興趣 這個應該不是日本戰車 應該是德國的 好像是二戰五尺 看一張卡有沒有寫 World Tank Museum 這輛是什麼異形 不知道是M4嗎 我這輛不是可以解析 那看一支炮動不動呢 這支炮不能動 這支炮不能動 這支可以上下動 好了,不討論 這支炮很精緻 有迷彩,上色 鯉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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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帶就不能動 但是它都很真實 反映鯉帶的重量 在滾輪之間 會掉下來 它都做得挺長真 那底部就沒有什麼細緻 但是表面都很細緻 好了,這裡是一粒 然後這包企鵝 Penguin色的 Connection 這個應該是盲秋的 我估計是 三張紙 海洋堂有很多動物 我當然很欣賞,也買了不少 企鵝 又彈一呎 企鵝 這個是Hobby Museum Cimento Cimento 這個似乎是Mgm獨有的 在後面 看看 是Simon 來剔 這顆綠色怪,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好像是他們的吉祥物 這個就是那個介紹紙 但這次我去就不太多 有關這顆東西的玩具 有很多顏色,很多款 原來我兩個電話繩 另外一些可能是就這樣 Figure 不能動的 我不是太喜歡電話繩 就說我選了這個公仔 因為公仔通常是可以站到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站到 還是全部都是電話繩 這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名字 對 OK 這裡有 這裡說打錯了電郵地址 左邊這個不對 右邊這個才對 應該少了是H 三四 日本仔 還有兩樣 Fairy Tales Fairy Tales Fairy Tales 甚麼 喵喵 喵 裡面有九個 看看抽中哪個 這些是 我不知道 是否童話 是否格林童話 是否童話 是否童話 有個口 可以開到 好了,抽了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故事 這個叫做 黃羊之耳 口 嘭辣耳 King has done his ears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故事 讀書少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介紹的蛋子 我看著 我小眼眶 這個字太小了 猶豫 這個 童話 說 叫做 神 說 他 沒有人 說 那個 王 法仁師發現他有勞仔的耳 One day, not able to keep his secret any longer The barber dug a deep hole and whispered in to it King has his ears off and asked It is so funny just to imagine That the barber whispering into the hol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barber's behavior is fully understandable 發言師將這個秘密趕了,因為他忍不住了 我想夏文當然會告訴大家 這個故事是一位最有名的故事 希臘神畫一個有名的故事 這也是一位最有名的故事 The king asked or to turn to go everything he touched 關點實成功的故事 我不明白了 The reason why this story spread widely just like a fairy tale is because it wisely point out the difficulty to keep a secret and a truth that sooner or later a secret will be known to all despite every effort not to disclose it 即是說他想用其他故事來比喻 相似的故事也有 就是講一個秘密始終都會被人知道 那我印象中好像最後都會被人知道 他講了皇帝的耳朵之後 Anything 好像有聽過又好像沒有聽 最後了 Fire Line Do Not Cross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Wescape K19 這個有點像Takao Tommy那些火車玩具 但他這個當然不是 機動二輪車 這個似乎有點不意 有兩包 開包先 怎麼開呢 嘩 輕鬆 開包 很精緻 還有一包 應該是那個電單車 都很細心 差點不見了 這個我點安的 不懂 這隻還黏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很細的位置 粒子 入筍 就讓你 噴進去 但是 真的 很少三百二 還有我不知道是正確 可以轉高轉低 那就奇一點 漂亮 前屋就轉不到了 它字的屋就轉不到了 它的鈕也轉不到了 它的鈕也轉不到了 它是Best來的 但是 非常之精細 不過它是海洋堂 打側一點 應該還有一個人仔的 我們已經在一旁 慢慢在 它不斷 就要做 就要做 不斷 它不斷 它不斷 嘩 到哪裡了 嘩 搞笑 嘩 嘩 他知人呢 這個扭蛋好可愛 卡住了 卡住了 這些人不同大小的 搞笑 放回一隻手在太子上 嘩 很合適 慢慢來就可以了 嘩 合適了 這個人就趕著去救急扶危 這裏是擔架床 擔架床中間其實是睡了一個小孩子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那我嘗嘗 我嘗嘗 每一件 是怎樣的 這個可以放高一點 嘗嘗這樣 我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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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最後的扭蛋 這個就是那個老仔二的褲子 這個就是那個 吉祥物 之前我看的網頁好像有很多 這次去就沒什麼 這次去就沒什麼 那這隻就是企鵝 還有一開始拆的 坦克車 那我都很精細的 我就忘了多少錢 可惜 但是我覺得這麼遠去到 就 你都是喜歡海洋堂才去的 那 就 買回一盒 那 應該 怎樣都算 怎樣算都是便宜過你分開五粒買的 雖然 你分開五粒你就未必買 那 就 分享 是這麼多先 好啦 好啦 有機會再跟大家 聊聊啦 拜拜